你身后的阴影呢 少年的声音突然传入耳中 泰玄一饿 对于这少年的心思 泰玄就觉得 就算自己天赋再好 也无法跟上这思维 这是一个让人头疼的少年呢 这头疼不是来自于他的武功 而是来自于他的神经质 你的阴影呢 为什么你也有个阴影呢 少年间泰玄不达 继续一语道 一阵阵金铁之声传来 少年身后 一道犹如爵士凶兽般的庞大阴影 突然自浓烈的黑暗深处涌出 脑海之中 突然产生了一个消息 被这少年骚扰得够厉害的泰玄 突然抬腿 在那绿洲之中向少年走去 在他身后 另一道黑色的摩影 慢慢地成形 我就是你 你就是我 你为什么要这么问我呢 哼 少年看到泰玄身后的摩影时 神色巨神 仿如被雷劈住 喃喃自语道 怎么会这样呢 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 可是 为什么 我可以看到你呢 泰玄顿时兴趣大喜 谁跪掉 你就不能看见我了 我现在 不也是在看到你吗 当然 你也就能看到我了 看到那摩影没摇 你有摩影 我也有摩影 当然 你就是我了 少年指着自己 我就是你 那你又是谁 我又是谁 对了 我是战无忧 不对 我应该是战魔 少年的脸上露出浓浓的疑惑之色 他似乎 大脑有一些混乱了 尽管不明白这少年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丰富的经验 还是让泰玄意识到 他抓住了一个破绽 这个少年的致命破绽 他灵魂有问题 泰玄并不年轻 他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 否则也不可能在战魔出手 破去回天灭地时 也反手一刀斩伤了战魔 同样的 泰玄的智力也绝对不低 两个名字 战无忧 战魔 已让泰玄推断出了一些事实的真相 一抹狠色 迅速地从泰玄的眼底划过 我是战魔 你是战无忧 你是战魔 我是战无忧 不对 我记得 我应该是战魔 你是战无忧 不对 少年突然双手抱头 脸上露出痛苦的神色 两种记忆 不断在他脑海中交错 你不是战无忧 我才是 泰玄冷冷道 你是战无忧 那战魔 又是谁 战魔 战无忧 我到底是谁 我明明记得 我是战无忧啊 啊 少年发出了一声惨叫 在他背后 一个威猛的男子身影 透出一半 似是在极力地挣扎着 整个空间 嗡鸣其类 泰玄抬头看着四周 天空列为树瓣 一道道裂风 渐渐扩大 心中大喜 泰玄继续道 你是战魔 我是战无忧 我就是你 所以我就是战魔 我是战无忧 所以你也是战无忧 但你是战魔 你不是战无忧 啊 少年再也受不了了 仰头发出一声 撕心裂肺的痛嚎 从他体内 迸发出强烈的魔气 整个领域内爆炸起来 黑雾翻滚 响声不断 轰隆隆 整个领域终于崩溃了 一股浓浓的寒意迎面而来 恍然中 泰玄感觉到了一股奇寒的气息 但他哪里 又顾得了那么多呀 身躯一晃 泰玄 已然闪电般的略向战魔 竖掌如刀 指尖一掌 重重地轰在少年的左胸上 啊 少年惨叫一声 口中接连喷出一道道血柱来 身体则如一个破布口袋般 接着地面远远地抛出去 犹如一个断线的风筝般 四周传来一声声惊呼 战魔 战魔 你就是泰玄 一个威严的声音传来 泰玄 闻声转过身来 入目 是无尽的雪白 第三百一十六章 剑阁之巅 三人共隐 剑狱 风云无际与赵无极 还有池商 西门焕然 一行四人 刚刚略向剑阁 离剑阁边缘的悬崖 还有一段距离 便见一名轻袍少年 盘坐在千丈的悬崖边 一身衣袍迎风烈烈作响 其神态自有一股无韬威严 你们来了 君千商将一缕垂至额前的长发 撩至脑后 神态从容地问道 看其神性 似是早已在此等候了 嗯 风云无际应了声 随后四人相继落在悬崖上 君兄 看似非常悠闲啊 独自一人在这悬崖边远跳 倒是自有一番风味 君千商赛然 笑了笑开口道 你可是 看我全身放松 神态从容 所以 由此一说 摇摇头 君千商的目光 在赵无极的身上停留了片刻 随后移开 从我踏足监狱那一刻起 我的心 便一直紧绷着 你别看我坐着舒坦 只不过 这是因为 我根本不能妄动 说至此 君千商 却是露出一抹无奈的苦笑 无际 你可否 向你那位解释一下 不要让他对我有如此大的敌意 被那种强度的神识盯视着 这感觉可并不好 风云无际恍然 欠然道 抱歉 非常抱歉 这时 却是忘了向他说了 赵无极哑人 迷惑地看着风云无际 无际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 还有 是否向我介绍一下 这位前辈高手 此中情况 一言难尽 今日 你我相聚 暂时不谈这些 日后 我自会告诉你 说吧 风云无际闭上眼泪 开始 以灵魂 联系本尊 风云无际还未开头 本尊冰冷无情的声音 倒是首先传了过来 只有那一句话 四个字 可要格杀 风云无际大汉呀 连忙在灵魂中回答道 不要 这不是敌人 你忙你的吧 他 有我应付就可以了 另一头 本尊漠然 再也没有说什么 但地上 盘坐于悬崖边的军千商 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活动了一下手脚 站立起来 在军千商的两臂 细细的汗珠 渗了出来 风云无际的心中 也是暗怕不已 幸好 本尊没有出手 要不然的话 呵呵 估计 本尊是看到军千商 与黄金甲是熟食 这才没有对他动手 这般想着 风云无际开口道 军兄 伤势如何了 好的 差不多了 你留的那份寒冰诀 我也仔细地研读了一遍 就寒姓而言 寒冰诀 应该能抵御 战地的寒姓真气 只不过 如今 也只能拿来 对付战地了 对付完战地之后 这寒冰真气 还必须 都从体内清除 这种真气 存于体内 是会影响到 真气的纯粹度的 确实如此 当初 这份公诀 本是我为 门下弟子所创的 花费的时间 并不是很长 本来 都几乎把它忘了 能抵御战地的 极寒真气 还是意料之外的能力 军奸商点了点头 哦 难怪 对了 不知 这位朋友是 这是我刚入太古时 认识的兄弟 赵无极 风云无极笑道 一把抱住赵无极的双肩 晃了晃 随后转过头 对赵无极道 赵修 这位 便是刀玉的真正主宰 君千商 赵无极面露亚色 一抱拳 恭声道 哦 原来阁下 就是如今太古轰传的 一代决顶高手 一念轮回 君千商 君前辈 晚辈 赵无极 君千商这人 赵无极并没有见过 但却是从其师尊的口中 曾经听过这个名字 尽管不是很了解 但还是对此人 非常的佩服 不敢 君千商回了一礼 就如我对无极所说的 大部分时间 我都在苦修 也就是说 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度过的 实际心理年纪 还和你们差不多 因此 你们还是称我君兄吧 无极 也是一样 如此 确实不公了 赵无极 躬身道 抬头 看了一眼身后的剑阁 山脚下 即天空来回巡逻的黄金甲石 转过头 对二人说道 如此良辰 你我三人 为何不对膝作坛 共饮一杯 君千商一饿 随后笑道 喝酒 哈哈 也好 自从达到壁谷之后 已经很久很久 不及得酒肉的滋味了 只是 何处有酒呢 哈哈哈哈 赵无极与风云无际 对视而笑 赵无极一躬身 朗声道 这个君兄不必担心 在下自有方法 诸位请稍等 说吧 赵无极一聊长袍 便自崖上月下 眨眼之间 便化为天边的一个黑点 消失不见 你这位兄弟 武功 确实不弱呀 只是不知 为何他之前 好像从未在监狱出现过 那是因为 我也是直到现在 才见到他的 而之前 一直在闭关 风云无际解释道 哦 原来如此 君千商恍然 正说话间 耳中 传来一阵破空声 身前人影一晃 刚刚离去的赵无极 已经回来了 落在二人之间 在他的身中 一坛坛酒 被真气拖着 须悬于空中 来 一人一坛 一起喝 哈哈哈哈 练功练了这么久 差点都忘了 原来 还有这口爱好 赵无极大手一挥 两大坛 泥峰的美酒 便分别落入 君千商与风云无际手中 君千商 双手接过酒坛 瞄了一眼 哭笑道 这么大口的酒坛 我可喝不了 就算是以前 还需进食的那段时间 我也一向不太沾酒 何况 如今早已不需进食了 更加喝不了 这般多了 这倒无所谓 要是实在喝不下 直接用内功逼出 不就可以了 风云无际笑道 那可不行 赵无极立即反对 喝酒 本来就不是为了进食 其中的精髓 只有在于口舌品尝 你若用上内功 那便没意思了 也品不出酒的味道 一坛酒 还能难倒你我不成 来 喝了 赵无极手一碰酒 就像换了一个人 整个人显得神采飞扬 更有一股子浪荡的味道 风云无际摇了摇头 总算是有些明白 为什么赵无极之前 那般酒的时间 一事无成 而如今 几十万年 却能有如此成就了 其中 虽说有苍穹密测的原因 但未尝 不是与他本身的天赋有关 赵无极啊 还是心性泰烂 若不是他师父 恐怕现在 就算是至尊亲自教他 他也还是老样子 风云无极的心中叹息道 无极 你这儿可有小慈悲 我知你门下 大多是非生者 随身 必是带了不少精致的外影 你可不要说没有啊 君千商对着风云无际道 风云无际 转头看着池商 还未开口 池商已经到 是 师尊 前辈 请稍等 随后 快步将剑阁内行去 喝酒 去得这般才像样 赵无极 兴高采烈的 抬起了酒坛 拍开泥风 大口地掩了起来 晶莹的酒叶 从嘴角鼓鼓而出 良酒 赵无极放在一抹嘴 放下酒坛 目光看向君千商 目中这般说道 瞧 我都喝了 轮到你了 举起酒坛 这才像个爷们 君千商苦笑 求救似的看向了风云无际 算了吧赵兄 君兄乃是儒雅之人 怎能如你我一般喝酒呢 还是让他去慈悲饮吧 好吧好吧 随你们了 这般站着喝酒 却是有些不尽性 不如你我盘坐下来 共饮吧 赵无极朗声道 一饮酒 赵无极那浪子本色 尽显无疑 几乎很难把他和什么高手 联系在一起 那便到剑阁之顶 共饮吧 那里应该是整个剑阁 最高的地方了 风云无际开口道 二人默然 随后同时把目光 投向威人壮丽的剑阁顶端 不多时 池商便将三只半透明的 玉瓷小杯送了过来 然后拉着不善事故的西门换人 借口二人十分投缘 想聚一聚 便退了下去 止于得风云无际 君千商 及赵无极三人 独处间隔 无际兄 君千商突然看着风云无际 开口道 什么 你有一个好徒弟 真的挺羡慕你的 君千商说着 大袖一甩 已如大鸟般 精轻地掠上剑阁的顶端 是啊 风云无际心中微笑 身形一晃 已然从原地消失了 剑阁 乃是典型的庙宇式建筑 顶端 颇壮的岩形 并没有安放酒坛的 地方 不过三人都是绝顶高手 真气都可以摧毁一座高山 这自然是难不到三人 三人盘膝而坐 悬浮于剑阁顶端三尺 风云无际大手一招 远处一颗巨木拔根而起 尚在空中 风云无际便夺手发出了一道道风锐的剑气 将那巨木削成了一片片硅子的木板 最后 衔接为一块方形的木板 以带为桌 便以 这为桌吧 风云无际大手一招 那三尺剑方的木板便飞制到三人之间 衣袖再一服 那些借着惯性飞来的木屑 叶片 便被一股大风吹落 咚咚咚咚 拔个大酒坛便落满了木桌 随后散个酒杯分至三方 这却是军签商以真气送出 看到二人投过来的目光 军签商淡然笑道 哈哈 好酒还得需用好的酒杯装 那滋味才是更纯 赵无极愕然 随后笑道 哈哈哈哈 我原以为 你是不适酒之人 没想到 你喝酒少 只是因为 你对酒太挑剔 军签商笑而不答 赵无极抓过酒坛 正欲往酒杯中倒酒 突然 目光越过前方 投注到远方 另一座 与剑阁相守的千丈高山上 哑声道 那人是谁 直见战力 看其神情 都好似站了很久 你说谁 风云无际祈祷 目光顺着赵无极的眼光 投注到男生大殿的大门前 那名神色肃穆 双手抱着一柄狭长黑风长刀的男子身上 高空中 一股股旋风 在剑狱三座高峰上来回回荡 时而拔入云层 时而俯身穿过低谷 隐隐有呜呜的风声相伴 而那面色冷肃的男人 一身宽大的长袍 连同长长的黑发 便在风中 烈烈地飞舞起来 长发 拍打在粗糙的脸上 勘勘将半边脸孔遮去 独孤飘 风云无际惊呼一声 虽然不能完全看清 那名男子的面容 但那人的气息 却让风云无际熟悉不已 不是独孤求败的义子 人称刀君的独孤飘 又是何人